你们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没有 跟我们一起游滚吧 让我感觉你们的力量 让我们一起成为一只飞翔的鸟 所有的人让我看到你所有的手 大家好 我是唐朝的张俊 张俊同什么时候开始学的吉他 吉他上初一可能是上初一吧 我记得是反正对上初一学的吉 是我家里人送了一个生日礼物 是这样 我是很小就是守着录音机这样 就是说有一个录音机也起码磁弹 就是说能自己在家泡一天 不像其他小孩那样就在外面玩或者是什么 然后呢 就是再加上院里 就是说我住的环境 也是都是搞瘟疫的 或者是大提琴小进行歌剧什么的 总统歌我团嘛 所以说就是说多少有点影响 然后呢 这样就家里人可能就是 这样送一把吉他可能让我 让我学学什么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改的贝斯 改贝斯是17岁吧 反正是没到20岁 差不多17岁 那会刚认识曹平 曹平 我曹平 还有高齐 那会有一个乐队这样 挺早的 特别早 17岁 87年 86年 然后乐队没有人弹贝斯 没有贝斯手 我是刚认识他们 说组一个乐队 然后你来弹贝斯吧 贝斯的目的就是 我能回家 要钱没把贝斯 这样 这样改的贝斯 再加上就说 学吉的同时就说 不知道 就有很多音色听不出来 真的是听不出来 像贝斯真的是听不出来 就知道很多很好听的低音 但不知道是什么乐器出来的 就是这样 以为是大提琴或者是以为是键盘 键盘 这样 反正一学上就觉得就喜欢上或者是 而再一个我觉得贝斯吉他其实都是通的 对 跟你的音乐感觉什么就没有什么特别大的障碍 只是一个练习的过程 比如说贝斯时候改吉他或者是吉他改贝斯 对 都是很 只是一个技术过程 对 你 口 脏子